大家好 歡迎收看財經急診室 我是平均 大盤現在量縮成為一個常態 在這個多空交戰之下 有沒有誰會大吐悶氣呢 我們就把以下時間交給輪源投過的何山老師 平均好 全國投資朋友大家好 本週大家辛苦了 下週大家要一吐悶氣一把抓 大行情要來了 親愛的投資朋友來跟我把這張字卡唸一遍 你就知道你有多麼興奮 多投特色 金金掌 量縮集碟要敢買 機優成長一把抓一吐悶氣將爆噴 掌聲鼓勵 因為本週我們發現了一件事情 我們的台股由台積電的領軍一路的攻堅 帶動了指數的爆噴 帶動了相關第三代半導體全面的噴漲 而半導體能夠漲 上游的IC設計也跟著飆漲 接下來各位也發現我們的封裝測試 一路的跟著漲 當然還有我們的船產 我們的鋼鐵 我們的航海王 誰會吐悶氣呢 看過來看過來 這個就是我們大盤的指數的走勢 在週五的時候正式站上了萬七五了 萬七五是大家心裡的關卡 既然大盤能夠翻轉站回萬七五 代表大行情將要來了 再來我們從台積電走勢發現一件事情 台積電了不得了 既然噴噴噴 之前我不是講過嗎 阿多仔一路砍我的台股 結果忍錯回補掌聲鼓勵 阿多仔又跑回來買了 哇買了300多億 實在太棒 台積電會動指數一定會噴 那麼指數會噴代表一件事情 全部的多頭都歸對了 看這個圖有沒有很高興呢 有好我們再看下去 更高興的是我們的聯電 創二十幾年新高的七十塊七十塊 珊珊當時就跟各位說 我第一個波段看到七十 真的週五的時候一毛都不差 就是七十塊耶 會不會上看這樣 上看這樣呢 我們下週繼續追蹤 再來這場叫做世界新進 它叫做晶圓三哥 它是台積電扶植的一個晶圓代工 當然它也跨入了第三代半導體 從它的走勢噴噴噴 瞭不得了在週五發生一件事情 創歷史掛牌新建架164.5 代表一件事情 真的晶圓三哥 三個哥哥 三個弟弟都在噴了 還有相關的小兒子 兄弟姐妹大家一起來 所以你要不要一起來 一定要來 來再來穩帽 其實穩帽過去是PA功率放大器 它要踏足了第三代半導 它的成分比較雷同 而在這邊直接跨當中 當然它開始蠢蠢欲動 這個圖已經發現它的底部非常的漂亮 下個禮拜過了一個短線的壓力 噴噴噴 有到這樣 有到這樣 因為是阿多仔講的 但是我不管它 我只要你們霸占這一段的暴吞段 就可以了 這個新唐 新唐大家都說 它的名字很可愛 它是什麼呢 華興集團裡面的MCU為控制器 這個呢 跟我們電子產業有很大的關聯 此時不買 到何時 因為它都是大漲小灰 大漲小灰 剛才不是要大家念一個名稱嗎 多頭特色金金掌 只要要灰就要買 要灰就要買 不然就跟不上 不要漲的就對了 再來天玉 它做什麼 IC設計 IC設計 它屬於洪家軍的驅動IC 驅動IC很多電子產業都要用 當然這個公司它具有非常優越的財報 前幾天公布財報 有沒有好到報 有 加油 再來 漢磊 漢磊做什麼的呢 大家都知道第三代半島最血統最純的 它很早就開發了這一塊 漢磊跟家軍其實都是一樣的 只是這兩天他們呢 開始被法人的有些許的調節 但是調節 那不是跟各位說嗎 鴨活要敢買 鴨活要敢買 才能做後面的爆噴斷 這個也是一樣 好 然後這時候我們再來看合金 合金它也是第三代半島裡面 什麼金什麼壘的 近期法人開始呢 有開始在吃貨 不只吃貨 還一路買 一路買 一路買 其實這三檔股票呢 我再倒一下 其實蠻像的 只是最近加金先噴 合金後來才跟上來 但是後來跟上來呢 會不會再噴 會 因為第三代半島是當今的主流 再來就是貿易 貿易大家叫貿易 你要貿易嗎 不要買一支 這個算漂亮嗎 50塊 被它翻上去 就是往上面噴噴噴 再來也叫中鴨 這屬於鋼鐵 現在美國他們基礎建設 台灣的鋼鐵有很多的受益 因為他們美國還有 美國他們很多的公司 需要給我們買這種鋼鐵的部分 那麼中鴨它本身就是中鋼的子公司 然後它是做一個不鏽鋼 很多鋼什麼鋼什麼鋼它都有的 那麼目前它收益程度非常的大 再來就是大神鋼屬於一個不鏽鋼的成分 各位看這個圖也是相當的大 再來就是春圓 春圓它是做主要是銀罩鋼 那麼銀罩鋼在目前基礎建設當中 也是一個最重要的一環 大家可以多留意 它在這邊二十幾塊滾 只要不要突破三十塊 那就是往上面噴了 再來就是熔鋼 熔鋼跟其他的鋼比較不一樣 屬於特殊鋼涵鋼 那你要特殊鋼你要航太鋼 那當然就要給他 當船當飛機 當然要找他的鋼才能做對不對 再來 大家問我到底可以買貨櫃三雄 來我告訴你們 要吐燜氣的 趕快一把抓 剛好修正到矮矮位置 不買才怪勒 缺貴 沒辦法解決 塞鋼沒辦法解決 所以這三隻好好的把握 長榮也是還有陽明也是 大家加油謝謝 謝謝河山老師的分析 如果想要知道更多資訊 記得加入老師的light跟telegram 踩進急診室 我們下回再見 掰掰